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5月16号星期四 普京去中国了 夜里四点去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 俄罗斯时差是怎么倒的 也可能是忙不过来 在打仗一堆事 然后他又想争取新的一个任期 想第一个就来中国 反正习近平又刚从欧洲赶回来 所以可能我不知道时间是怎么错的 反正就夜里四点到了北京 华尔街日报今天发了一篇文章 说什么呢 他说对中国而言俄罗斯既是战友也是麻烦 这个就纯属于张日眼说瞎话了 好不好 我帮他加了三个字 拜登的 我给感谢说 我说对习近平而言 普京既是战友也是拜登的麻烦 普京可不是习近平的麻烦 普京是拜登的麻烦 美国媒体真的是睁着眼 我不知道是拿了美国白宫多少钱 就睁着眼在这儿胡说八道 说什么是习近平的战友也是麻烦 一点麻烦都没有 真的不麻烦 习近平都快爱死普京了 恨不得他抱过来照着脸亲两口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看看这个 他这么说 咱看他怎么说 他说对习近平来说 普京是共同反对美国主导国家秩序的一个有益的战友 但是同时也是一个麻烦 说美国和欧洲官员均警告中国不要帮助俄罗斯重建军队 这是麻烦吗 这不是麻烦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告诉你如果没有普京的话 现在美国和欧洲对中国真的是一无所求了 明白吗 这是警告吗 这实际上是求中国不要帮助俄罗斯 威胁是谈不上的 现在谈不上威胁 有普京在那顶着呢 他敢把中国怎么办 你明白吗 他现在美国欧洲现在要避免把中国惹毛了彻底倒向俄罗斯 实际上这是美国欧洲现在避免的 这也就是说美国和欧洲在跟中国谈判的时候 这实际上是习近平的一个筹码 就是说我没有一屁股倒向普京那边去 就是说美国和欧洲 现在只要要求就是习近平别一屁股倒过去 就不错了 还要要求什么别呢 你懂吗 如果没有俄罗斯的话 现在什么状况 你能想象吗 如果没有俄罗斯的话 北约就到亚洲来了 现在韩国和日本都加入北约了 明白吗 但是因为有俄罗斯有普京在那顶着 北约现在能往亚洲来吗 马克龙都不支持北约往亚洲来 说你快歇会吧 咱先把俄乌这问题解决了 我这好都解决不了 我还往亚洲去 对不对 如果没有俄乌 没有俄罗斯 没有普京的话 北约早就 早就不是东扩 这扩哪来的 快绕一圈了 肯定 那如果没有这个 普京的话 现在可能 我觉得日本韩国搞不好印度 印度它是不结盟吧 对不对 还好一点 但日韩搞不好就已经加入北约了 你明白吗 那现在所有的压力都到习近平这来了 现在不是 现在普京把这压力顶了 把北约的压力顶了 把美国的压力顶了 你能明白吗 这 这真的是 这全靠普京在这躺着 如果不然的话 美国和欧洲现在对中国的制裁会更厉害 去中国化会更严重 只不过现在因为俄罗斯 俄罗斯和乌克兰在那听着 在那弄着 弄着欧洲现在压力也很大 现在不方便跟中国从经济上 从各方面上闹太僵了 美国也是 如果闹太僵了之后 而且把中国完全推向俄罗斯那边 对美国和北约更不利 你能明白吗 这就是习近平来讲 根本就是跟美国谈判的筹码之一 就是说 那你看看 给我点什么好处吧 要不然普京需要啥 我要不给了点炮弹 给了点导弹 那美国你给我点啥 你懂的意思吗 这实际上谈判的是 金平平就是一个筹码了 你知道吗 胡家虎卫 我跟你说 你别揉我 我不高兴 不让我普京拿着 比较难争你 我跟你说 以前你知道吗 胡家虎卫是让谁 是让金正恩出来 你知道吗 说你别揉我 你揉我让金正恩 我放到金正恩咬你 吓人吗 他也吓人 金正恩也挺吓人的 但是金正恩虎头祸 有普京吓人吗 你懂我意思吗 以前出来老大 对不对 养的狗是谁 是什么金正恩现在养的狗是谁 你懂现在都不是养狗了 就养了一只狮子出来 都快成中东土豪了 你知道吗 以前是养了只狗 现在好 你看中东土豪一出来不就是吗 带个狮子就出来了 你知道吗 你看看 对不对 他的意思 他能一样吗 这怎么会是麻烦呢 这简直是 你太高兴死了 看见普京 还有啊 说什么 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不久 两个人宣布啊 中国有意义上线 说自那以来 尽管中国为俄罗斯经济提供了重要支持 我告诉你啊 给俄罗斯经济提供重要支持的不是中国 是谁你知道吗 是印度 争扎 这华尔街报争扎点 在这儿胡说八道 印度对俄罗斯经济支持比中国大多了 印度跟俄罗斯关系实际上比中国好 中印那个时候 其实俄罗斯都是占印度的 你明白吗 印度对俄罗斯什么支持 只不当上 现在的主要目标不是印度 现在主要目标是中国 所以印度现在干什么都视而不见 你知道吗 印度现在拿免死金牌了 到美国到加拿大来杀人放火都行 美国欧洲都不说话 都假如没看见就都算了 你知道吗 印度现在帮俄罗斯他也不管 跟普京穿一条好道穿一条裤子 他也不管 没法管 你知道吗 就这个 现在印度是上蹿下跳的 跟造反一样 就没辙啊 而且呢 所以实在的 到底是中国为俄罗斯经济提供了重要支持 还是俄罗斯为中国经济提供了重要支持 你有想过吗 现在美国欧洲玩命的在去中国化 中国现在汽车卖给谁 卖给俄罗斯 手机卖给谁 卖给俄罗斯 你华为手机能卖美国吗 你华为手机可以卖中国 可以卖俄罗斯去 对不对 你小米的不也可以卖到俄罗斯 我不知道现在小米在美国许不许卖 我故意也够呛 美国现在什么 我看大疆无人机都快要制裁了吧 是不是 是不是要制裁大疆无人机啊 但是现在可能还能买 是不是 但是也受到美国的制裁 还有咱们的那个叫什么摄像头 什么康威视是什么的 海康威视 海康威视 现在美国不也制裁吗 对不对 你现在有美国不制裁的东西吗 你这个新疆棉 美国是不是也制裁 对不对 那你这东西卖给谁 美国在制裁你都不让你 新疆棉不让你往美国卖 对不对 什么海康威视也 那这些东西不都可以卖 卖给俄罗斯吗 不当然了 现在大疆无人机卖俄罗斯 美国说这都是军需品 那你是军需品 那你没有人 你这么说什么都是军需品 那新疆棉也是军需品 他拿棉花套 给部队做棉衣 那算不算军需品 对不对 你要这么说 我卖他一粒米也是军需品 他拿去给士兵吃了 那不用军需品了 对不对 那部队拿手机要通话 那没有 你要这么说 那没有不是军需品 什么东西不是军需品 我卖什么矿泉水都是军需品 他拿去给部队喝了 对不对 那不用军需品了 对不对 那你这么说 那生意就没法做了 对不对 我还是这句话 就是说你要不卖给俄罗斯 可以 你买不完了 对不对 我把七十卖给你 我把大米卖给你 我把新疆棉卖给你 你买了不完了吗 你又不买 不但你不买 你还不允许别人买 新疆棉你现在逼着什么 麦克也不许用 什么埃达斯也不许用 欧洲也不许用 说什么新疆棉是怎么着 这个什么强迫劳动 对不对 然后你这个 然后这个你那新疆棉 你就告诉我们 这个我们美国欧洲都不能买 然后你也不许卖给俄罗斯 你们让新疆人把棉花吃了得了 我把你吃了得了 你们不是扯吗 所以到底是谁在给谁的经济提供支持 是中国给俄罗斯经济提供支持 还是俄罗斯给中国经济提供支持 所有这些都是你美国不让我卖的 我卖不出去的 对不对 俄罗斯拿钱买 你能明白吗 五十岁时代的 现在不要说俄罗斯花钱买 貌而良心说 就你目前的情况 中国拿人民币出来 跟自己本 就比如说俄罗斯需要什么 中国跟自己本国买 马上把东西送给俄罗斯 对中国都有好处 你懂吗 美国现在就是 美国是国会批钱 由美国拿钱 拿了钱跟美国的一些经销商买的东西 买的东西就送给乌克兰 就这样子做 对美国经济好处都很大 你懂我意思吗 他实际上在帮助美国干什么 消化一些产能 促进经济发展 对吗 就这样的华尔街 都成就仅仅这么做 对美国经济帮助都非常的巨大 中国现在也是 中国现在产能过剩 你知道吗 中国在通缩 产能在过剩 所以中国政府拿钱出来 来跟国内买一些东西 就送给俄罗斯 这本身对中国 就是说增加产能 拉动内需 就有好处 更别说 现在的东西还不是中国 花钱买了送给俄罗斯的 是俄罗斯自己拿钱买的 知道吗 天下还有这好事吗 而且你就最好的知道什么吗 俄罗斯现在跟中国很多的都用人民币在交易 不光是跟中国买东西用人民币 连跟印度做交易 有时也用人民币 第一是印度用人民币 因为印度不愿意用俄罗斯的卢布 俄罗斯不愿意要印度的卢比 那大家最后就没办法只能用人民币做交易 现在跟日本也是 跟日本有一个什么分红也是 那就问日本 你现在我跟你说 我有三种钱 你自己选一个俄罗斯卢布要不要 日本人说不要 印度卢比你去死吧 我擦皮有钱的硬 对不对 那人民币你要不要 你看这仨你看你要啥吧 那日本怎么办 只能用人民币 对不对 俄罗斯和中国之间交易也在用人民币 然后不单俄罗斯和中国用人民币 连逼着印度和日本也得用人民币 这是中国还好这好事吗 对不对 这是聪明人民币国际化吗 对不对 你而且是俄罗斯拿钱来帮中国去 消耗人民币 消耗中国的这种过程的产能 还拿着 拿人民币在逼着印度和日本肉 这简直 我的天 我就觉得习近平看着普京 就觉得 这大宝贝过来来亲一口 对不对 天上掉是馅饼 你知道吗 而且还不是直 直直着掉来 你还得一仰头 这么接对不对 他45度角 你只要张嘴就直接进来了 你知道吗 我的天 我都不知道 往哪找这么样的好事去啊 你美国支持乌克兰 你还得自己拿钱去买东西支持乌克兰 不当然了 美国这事不好说 因为美国现在都说这钱是借给乌克兰的 川普说将来都得还给我 将来你打完仗了之后 你如果不还 我拿你土地还给我 我拿你土地上资源还给我 当然有可能川普最后是要 但是这个回来再说 我估计就是川普啊 也不好意思 太比乌克兰都成这样了 都烂在地上了 对不对 他估计还要再踹两脚吗 他也不好意思了 所以我估计有很有可能 就是说如果民党执政的话 有一些贷款或债务可能就给他减免了 就免充一部分 但是川普可能也会要一部分 但是俄罗斯现在可不是 俄罗斯现在不是跟中国贷款 他是真金白银的拿钱来给你买 当然了 他实际上这个钱的人民币 他最后他也是卖给你石油嘛 他卖给你石油 卖给你天然气 然后换你的人民币 然后拿你的人民币再买东西 然后拿你的钱再跟印度 或者跟日本买什么东西 或者是怎么样 都用人民币去穿货 对不对 那问题是俄罗斯卖给你的天然气 你不需要吗 石油你不需要吗 粮食你不需要吗 你反正不也得进口这些东西吗 对不对 而且现在猫着良心说 俄罗斯卖给你的石油 卖给你的天然气 哪个他妈不宜美国和欧洲卖给你的便宜 对不对 搞不好比那个比什么伊朗卖的 韦德亚卖的都便宜 对吧 俄罗斯现在价值压到非常低 对不对 你这个出去说爱的 天天在占 在占他妈俄罗斯的便宜 是不是不好听的 你是不是 俄罗斯在前面帮你顶着雷 顶着北约不能够扩到这个 不能把什么日本韩国加进去 帮你顶着雷 然后还花钱给你买东西 还廉价的给你天然气和石油 我的天 你还想要啥 你还要啥自行车 你能跟我说说吗 我靠 这个你还不满意 你 这是谁的麻烦 这他妈全是拜登的麻烦 你知道吗 这真的这是拜登 拜登一想这事都头疼 我让美国都头疼 我想这事我都头疼 川普明年可能要上来了 川普上来之后 你看这这怎么 这拜登怎么搞成这样呢 对不对 本来当年普京是跟着我混的 都是跟着我美国混的 现在都好整个彻底跟中国混去了 卖给中国都是中国廉价的能源 都是中国需要 廉价粮食卖给中国 然后还帮中国消耗过剩的产能 那些什么电动车小家电 那中国都是 本来什么欧洲美国都不要买 都卖不出去了 对不对 华为也是 走您了 给中国找一市场 你知道吗 电动车燃油车 全都过去 这是麻烦 这是拜登的麻烦 明年川普要算 这是川普的麻烦 你知道吗 这是谁的麻烦 你给我讲讲 我听听 接着说 说什么 他说中国将继续帮衬俄罗斯经济 大量购买俄罗斯的联亚能源 并向其出售俄罗斯 越来越难以从其他地方进口的一些 就日常的这种消费品 我给你翻译一下 这句话他整个是说法的 就华尔街日报 拿了他们美国政府多少钱 在这争着点说胡话 我给你翻译一下 准确的说 应该是俄罗斯将继续帮衬中国的经济 大量购买中国的廉价商品 帮中国消耗产能 消耗中国的过程产能 并且购买中国越来越难以向其他地方出口的汽车 电池手机芯片 其他地方不许买 美国都说了 你的手机不能卖 什么华为的5G设备也不许卖 对不对 那卖给俄罗斯不安了 大疆你不制裁 那卖给俄罗斯不安了 对不对 本来中国这些东西越来越难以向其他地方卖了 欧洲也要制裁 欧洲不知道说什么 要用电动车要干什么 做什么反倾销调查什么 反正不知道 反正就找个理由借口 就不让你卖东西 对不对 那东西都不都卖给俄罗斯了吗 不卖给普京了吗 这不挺好吗 对不对 这谁在帮善谁 这不是俄罗斯在帮善中国经济吗 对不对 我这样说才对吧 这华尔街日报在说 什么中国将继续帮善俄罗斯 你当然能够买俄罗斯的廉价能源 找俄罗斯买廉价能源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这不是好事吗 对不对 这么便宜卖给我廉价能源 这有什么坏处你能跟我讲讲吧 太便宜了是不是 你担心我赋予的钱没这花是吗 你别用担心 对不对 越便宜越好 对不对 并且向俄罗斯出售 俄罗斯越来越难以从其他地方进口了 这是我越来越难以卖出去的消费品 对不对 还有什么 说中国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 中国官方称之为危机而非战争 那中国还没有公开谴责美国炸回北溪呢 对不对 习近平偷了乐器了 觉得炸的好 对不对 你要不炸了北溪的话 我这边还不好谈了呢 就因为你现在把北溪炸了 所以现在中国之间在西游管道的时候 习近平现在有非常好的筹码 不着急 跟普通聊吧 你这价钱我满意 你再给我便宜20%吧 然后呢 所有这个东西工程都是我来做 你给钱我来做 我来见 对不对 那你不行 那你接着入你的北溪不完 北溪被美国人炸了 我的天哪 对不对 那我不能谴责 我们只能心里偷而乐 对不对 你翻译一下吧 对不对 是不是这么意思 还有呢 只要这场战争继续 中国就要面对有死带来的外交困境 我要跟你说 只要这场战争继续 美国就要面对有死带来的外交困境 现在问题是什么 由于战争一直持续下去 俄罗斯倒向中国 导致整个中亚中中都要倒向中国 明白吗 这到底是中国的外交困境 还是美国的外交困境 然后你当跟习近平谈判的时候 你敢特别强硬吗 你敢把习近平逼急了吗 你逼急了习近平的导向普京的话 你受到凉吗 中国一年 现在北朝鲜导向普京了 就什么三十万颗炮弹给 中国一年造多少万颗 你能想象吗 如果习近平就一声令下 让中国整个转产 开始造炮弹 那是北朝鲜能抵的吗 中国这什么产能 如果俄罗斯就顶炮弹 顶中船导弹顶过去的话 你还打个屁啊 对不对 那整个乌克兰都被俄罗斯占了 如果中国在背后全力以赴支持的话 俄罗斯在前面 顶着打 你受得了吗 你受得了我看看 你试试 打到波兰去的 对不对 这胡扯 到底谁在面临外交困境 我真的是不知道 还有什么呢 两国关系在乌克兰战争期间 越发密切 去年中国贸易额增长了26% 近几个月来 两国贸易陷入停滞 但是专家们表示 这不是事实 事实是因为美国天下着抄抄 抄抄之后弄得中国没办法了 大量货物都是卖到了吉尔吉斯斯坦等 中亚三国 说是卖给他们了 看似不是卖给俄罗斯了 其实从上转运都去了俄罗斯 但表面上说 都是卖给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三国 实际上都是帮俄罗斯再卖 所以这现在也就是说 算不清楚中国贸易盘到底怎么回事了 中国是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买家 欧洲限制对俄罗斯的能源购买 中国趁机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此类能源 这不是好事吗 这怎么会坏事呢 俄罗斯还指望从中国进口到消费品 在全球需求疲远之际 这种需求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市场 这怎么白宫钱没给足啊 这怎么把大实话说出来了 他说什么 在俄罗斯中国汽车的销量 已经超过了所有其他的欧洲品牌 助力中国在去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这不是应该感谢普丁吗 这是好事啊 对不对 他说波兰政府资助的智库 东方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中国问题研究员Jekob 他说美国去中国化了存在 而且可能会长期损失也不会很快消失 所以中国就会把俄罗斯当作唯一靠谱的合作伙伴 这不是废话吗 对不对 这不是天降猛男吧 这都是对不对 面对最糟糕的状况 按理说现在跟美国就是说一场身体冷战 最糟糕的情况 结果呢 来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帮手 对不对 我需要的能源粮食都给我 然后呢我这过剩的这种产能 这些消费品 小家电什么乱家道的 他都买走 这真的 这么靠谱的合作文 我往上找去 这简直就 Made for each other 你知道吗 天造地设之和 对不对 美国还指责什么 指责中国帮助普京重建军队 向俄罗斯提供用于先进武器的芯片 飞机零部件 无人机发动机和推动机 那中国否认向俄罗斯提供任何的武器 并表示中国对军民两种设备 进行严格的管理 但是现在严格你就不卖给俄罗斯 卖给中亚三国 让他们再倒俄罗斯 让他们容上至少前责了吧 对不对 美国已经制裁向俄罗斯提供芯片和光学元件等军事技术的中国公司 但这有用吗 你制裁了那么多 他最后我不知道 就你这制裁 你听着你现在我不知道金正恩 什么金正恩 什么伊朗 什么委内人 什么中国 什么俄罗斯 听了制裁之后都有点麻木了 你知道吗 就耳朵都起讲了 他有什么用呢 天天我都不知道 但是美国还没有采取会切断中资银行和全球金融体系联系的制裁措施 但是如果美国这么做的话能将厂商广泛的经验影响 他自己也明白 他自己也明白 这是胡扯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在这我给你翻译一下这句话 美国早晚一定会切断中资银行和全球金融体系联系的 这只是早晚的问题 甚至我觉得如果没有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的话 如果没有普京的话 那搞不好现在就已经切断了中资银行和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了 实际上现在是把俄罗斯踢出去了 踢出swift知道吗 那因为俄罗斯顶在前面了 如果不是俄罗斯的话 现在可能把中国已经踢出去了 那随便掌握理由和借口 对不对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就把中国就踢出去了 你懂吧 但是由于俄罗斯在这顶着 所以把俄罗斯踢出去 现在不方便把中国踢出去了 所以不是因为俄乌战争才威胁要把中资银行踢出全球金融体系 是因为俄罗斯普京跟乌克兰在打仗 是因为俄乌战争才导致中国到现在还没有被踢出swift 你好好想象我这句话 你懂吧 你要感谢普京帮你延好了很多的时间 你知道吗 这样给你足够的时间去干什么 卖美债啊 清除一些美元资产啊 然后做准备啊 准备 我告诉你早晚的事 早晚的事 早晚会把你踢出去的 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习近平是个傻缺 看不明白这一点 习近平稍微怎么机灵一点 智商正常一掌都能看明白 早晚是要把你踢出去的 但是呢 我告诉你啊 俄乌战争一天不结束 美国就一天不敢这么干 知道吗 因为得一个一个来 知道吗 你等俄乌战争结束了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 那么下一个再得动中国 那时候再把你踢出swift 但是现在谢天谢地啊 天降猛男啊 有普京在那顶着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啊 只要乌战争一天不结束 美国一天不敢把中国踢出去 所以呢 就现在基本上就是说 伤害都是普京在扛 你懂吗 好处都是你在挣 你在那挣钱就行了 你就玩命捞钱 然后呢 俄罗斯还有连下能养给你啊 占便宜没够啊 而且导致了 现在日本和韩国 现在根本就不敢去加入北约去 北约也不敢要他们 现在根本谈不上啊 美国在面对中国的时候 很多制裁现在不敢下手 要等一等 要等欧国战争结束之后再说 对不对啊 那我们再看啊 这个最后说一个 他这个就讲完了 就这么个意思好不好 让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普京和习近平来之后呢 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啊 那这次就指名道姓了 直接来啊 习近平和普京啊 联名谴责美国破坏全球战队稳定 通过常态化部署导弹 破坏地区稳定 并对中俄构成直接的安全威胁 这怎么回事呢 美国要在菲律宾那儿 不知道要弄什么导弹 反正要往中国打导弹吧 韩国是不是也搁了什么萨德 菲律宾也不要 要搁啥 然后又给了日本什么战俘人生导弹 什么的啊 反正呢 那给这些干什么 都是要打中国的 我跟你说啊 现在啊 谢天谢地 天降猛呢 有普京在前面顶着 如果没有普京在前面顶着的话 搞不好什么萨德啊 日本的战斧导弹啊 菲律宾这些都已经 都打到南京 打到厦门 打到福建了 你知道吗 但是还好呢 有普京在前面顶着 所以呢 现在呢 展示他还不敢打 你知道吗 但是呢 恐怕是早晚的事儿 这些部署的都是干什么 都是抽你的啊 早晚要抽你 等吧 等我先把普京抽完 我再抽你 你知道吗 就这么个意思 但是现在有普京在前面顶着嘛 所以呢 暂时还没还没到你这啊 然后呢 联合声明列举了 来自美国的安全威胁 包括什么 美国建设全球反导体系 并在世界各地和太空部署 反导系统 强化高精度非核武器解除 什么 对方组织军事行动能力 和斩首打击能力 强化北约 在欧洲核共享安排 和对个别盟友提供延伸威胁 开展美英澳核潜艇合作 实施在亚太和欧洲地区部署 并行盟友提供陆基中程 中短程导弹的计划 亚太就是在菲律宾那儿 还说要 现在要跟日本什么 要拿什么30亿美元 要联 要研发 共同研发 什么拦截超音色的弹导弹 那东西 反正 反正全部都是针对中国的 你在日本港 你说你当然 也有可能一部分针对俄罗斯 另外一部分主要还是 还是主要还是针对中国 所以什么菲律宾的 日本的韩国的主要的目标 还是中国 就那么个情况 所以中国双方再次对美国 为维持自身绝对军事优势 而破坏战略本地的企图 表示严重关切 所以这来讲 中国其实现在习近平看得出来 习近平智商是正常的 不傻 看得出来 习近平很明白 就是说这次只要等等完了俄罗斯和普京 下一个就是习近平和中国 所以习近平这意思就是说 您别得等我 我得等得等您得了 知道吗 就那么个意思 现在呢 真的就是感谢普京在前面挡枪 挡枪 真的是一个大肉盾 给我们顶前面了 所有的伤害都被普京吸收了 你懂我意思吗 你要明白 如果现在不是普京顶在前面 这些导弹可能打在中国身上了 可能就把中国提出swift了 现在可能就是全面制裁中国产品了 甚至有可能马耀加海峡 那一堵 你的产品 你那个根本就不让你往欧洲再运货 知道吗 当然 所以菲律宾那随便找点事吧 让菲律宾就抢上黄元岛 让你打 然后启动什么美非什么安保协议 对不对 那你说菲律宾如果强夺黄元岛 你动手不动手 你动手只要死一个人 那美国 美国现在说了只要菲律宾死一个军人 或者什么军方人员 美国就 就会启动什么美非共同防疫条约 那不就来了吗 那最后 我 就算我不打你 我把海峡一封锁 我让你不能进口也不能出口 你不就结束了吗 对不对 我让你一围 完了之后再把你踢出swift他 然后你就 你就 等着死就完事了 对不对 你要明白 如果没有普京的话 这些现在可能就都是事实了 都已经变成事实了 但是因为 天降猛男 有普京 在大陆顿顶在前面吃伤害 所以中国在后面 还有 给中国争取一些时间去做准备 去做准备吧 但是我还是 我电话放在这儿 早晚的事 早晚会到你的 跑不了 你知道吗 你才是最终的那个目标 尤其是明年如果川普上来的话 川普上来可能很快把俄国人员问题解决了之后 然后集中所有力量就是对中国 但不管怎么着 由于拜登在 由于普京在 给中国争取了四年的时间 如果是川普八年一直连续向中国累积伤害的话 你可能受不了 你可能就崩了 你知道吗 但是幸亏中间给了四年的时间 首先拜登就没有川普那么凶 其次再由普京在下面一顶 这四年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准备 我相信中国政府如果不傻的话 他内部已经在做演练了 什么演练 就是说一旦被美国踢出了SWIFT的话 我应该干什么 我想他应该有一个预案了 如果到现在他们还没有 内部还没开过会 还没准备过预案的话 我觉得没有那么笨 真的没有那么笨 你相信我没有那么笨 我相信真的就是 我估计只有反贼相信 就中国现在还没有 就是说要踢出SWIFT的这个预案 只有那种智力水平 就都是郭文贵的粉丝 可能相信中国还没有做过这种预案 稍微智商正常一点 都知道中国早就开始做准备了 能不能做好准备我不知道 但是准备肯定是早就做了 肯定还开会在研究 就说万一要是给我们踢出去了 我们怎么办 我相信他会有一个SOP 有一个计划了 肯定要有了 如果这个时候再没有的话 就真的 不会的 真的不会的 你相信我 不会的 我们这种智力水平都能想到了 他们没有那么笨 好不好 那这些影片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